你好 今天是2024年5月27號 我現在用TrackGPT來替我寫一個 一個這個首會影片大概一分鐘的 那個文案 那這個會是我實際上 要製作給 其他學員用來接案用的 然後會主打 要可以免費 沒有保證 但是可以免費 幫他製作一部10秒鐘的 的首會影片 那基本策略就是 讓那些人來申請 那你就 如果是一般學員 我就教他們用Google表單 那如果是我自己 我就用一個表單 然後用一個名單截取頁 然後呢 讓他們先訂閱 我的電子報 然後呢 我會從後續跟進信 去問他一些資訊 這樣子 好 大概就這樣 那我這邊要下指令 請替我寫 一個一分鐘 的短視頻文案 重點在於 重點在於 推廣 在於 向人 解釋 手繪影片的 好處 與解決的問題 並提供 免費 免費 製作 十秒 中 手繪 影片的服務 呃 根據上述 手繪 影片 課程 的 規劃 內容 然後 就大概這樣 就大概這樣 這很厲害 動感音樂 手繪 風格的 動畫 過度 這是 旁白 嘿 你知道 手繪影片能改變你的事業嗎 我先唸 旁白 手繪影片 以其獨特的視覺效果 按穿越順速的抓住 觀眾的注意力 無論你是想要推廣產品 教育訓練 還是 講述平白50 手繪影片都是最佳選擇 與傳統廣告相比 手繪影片更具 趣味性和記憶點 能有效提升觀眾的參與度和轉化率 喔 寫得很好 手繪影片能幫助你清晰的傳達信息 解決複雜難以理解的問題 現在想要體驗手繪影片的魅力嗎 我們免費提供製作10秒鐘手繪影片的服務 好讓你親身感受手繪影片的強大效果 點擊下方連結提交你的資料 我們將免費 替你製作一段10秒鐘的手繪影片 抓住這個機會讓手繪影片為你的事業帶來新突破 哇嗚 寫不錯 所以啊 好 那實際上怎麼弄呢 你知道嗎 現在有 AI 啊 真的很方便 以前 以前要想這些文欄啊 又是不知道幾分鐘的時間 那現在你只要給他很明確的指令 其實 都可以很快的加速 好 然後 スライド1 旁邊擺 加速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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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 加速無情 這裡 Add a new slide 芝生 切開 切開 1個 再新增幾個 這個點結下方連結是不一定要的 我等一下會再修一下 我只是現在先把資料弄上去 這邊都沒問題 這轉化率我怕一般人聽不懂 所以先不要用 這句話覺得有問題 我只磨再用來 看看 你去哪裡 你好 你去哪裡 我可以去哪裡 好 那你看 我可以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paq 這時候就可以 嗯... speech language chinese 然後 wiibo 這個背景可以是白板 也可以是有顏色 甚至是圖片 但是我這邊不要把它弄得很複雜 然後呢 這個icon它可以是彩色跟白色混合 我讓它混合 手的話呢 因為配音 配音是男是女都可以 手的話不要黑的手 女生的手 然後呢 背景音樂 要測試一下 Slow Motion Slow Motion 這個不錯 按Safe 然後 Chinese Taiwan Female 來 講快一點看看 嗨 你知道手繪影片能夠如何改變你的視野嗎 嗨 你知道手繪影片能夠如何改變你的視野嗎 這個嗨有點不是很嗨 呵呵呵 你好 server arrows這樣 怎麼會發生錯誤 怎麼會發生錯誤 先Safe再說 然後再來一次 OK了 你好 你好 你知道手繪影片能夠如何改變你的視野嗎 preview一下 你好 你知道手繪影片能夠如何改變你的視野嗎 嗯 這其實倒是多了 因為他其實 讓他用手寫 就不錯了 這時候我加text 用這個 用這個還差不多 好 你好 你知道手繪影片能夠如何改變你的視野嗎 這樣OK啊 這個不恰當就可以把它刪定了 哇 這個太長了 嗯 這個我先刪掉 因為要把它分兩行 嗯 或者是 把它縮小 好 好 這個有點短 嗯 這個 這有點短 這個Display Time啊 應該是一開始就要出來 一秒鐘 然後它持續 3.5秒試試看 3.5秒試試看 儲存啊 手繪影片 手繪影片與其獨特的視覺效果和創意 迅速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順序的話我覺得應該 unlock 這個字應該在前面 然後再lock 3.5秒 3.5秒 好像有點長 3秒 3.5秒 1.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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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秒 手繪影片與其獨特的視覺效果和創意 迅速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這樣OK 我先看一下預覽 抓這些圖不是很恰當 等一下他講話速度變慢 這是normal fast 我這邊要讓他保持一致 他這邊就會重新生成 他這邊可以再複製 我試試看這什麼狀況 複製到最後去了嗎 看起來是 那我不需要這個 Delete掉了嗎 我先把這個狀況的狀況 那因為這個比較長 所以呢Tax呢分兩階段來講 這樣字體可以保持 又大 然後又清晰 然後 然後 這樣子 像這個不相干的火車 這傻啊 儲存一下 這傻啊 這個先unlock一下 這句要先出現 不論你是想推廣產品 教育培訓 還是講述品牌故事 首會影片都是最佳選擇 這個這一段 這個這一段 他 畫太寬了 我給他4秒 再一次 無論你是想推廣產品 教育培訓 還是講述品牌故事 首會影片都是最佳選擇 其實這邊我可以比較進階一點 找一些icon 搜尋一下 搜尋一下 而且 有些人忍受歡迎 是想推廣產品、教育培訓 還是講述品牌故事 手繪影片都是最佳選擇 這個順序我覺得他可以在前面一點 然後 他效果這邊可以讓他用畫 給他兩秒 好 無論你是想推廣產品、教育培訓 還是講述品牌故事 手繪影片都是最佳選擇 因為他沒有辦法同時畫 所以 Slide from right 這個是 Slide from left 所以這兩張呢 這樣子試試看 無論你是想推廣產品、教育培訓 還是講述品牌故事 手繪影片都是最佳選擇 無論你是想推廣產品、教育培訓 還是講述品牌故事 手繪影片都是最佳選擇 好 然後 到第四張 不過他好像沒有很聽話 Slide from left 好像有 啊 叫他用手啦 我是要讓他用手 抓進來 再試一次 對啦 這樣比較有手繪的感覺 好 加個text 這個40 這個標點符號就不用了 然後這邊可以60 大一點 好 就這樣排吧 然後 然後一樣 因為他現在已經用手在寫了 所以我就沒辦法 呃 我看一下 叫他用手寫寫看 我不知道 這樣好不好 然後這個是用手 抓過來 也是用手寫 試試看吧 嗯 這個看起來不錯 呃 只是這個順序 這樣子應該會更好 你傳統廣告相比 手會影片更具趣味性和記憶點 能有效提升觀眾的參與度 對你不覺得這樣比較順 這個也叫他畫好了 看一下 看一下 你好 你知道手會影片能夠如何改變你的事業嗎 這個 這個 太快 太快 這樣 你好 你知道手會影片能夠如何改變你的事業嗎 這樣OK 這個 也都讓他用畫了 這樣感覺有點小 我覺得要重建一下 把它變兩行 好 然後順序給它 調開 手會影片以及獨特的視覺效果和創意 迅速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你看 這樣好很多 先讓他寫第一行字 去吸引注意力 所以你看我開頭的先寫字 然後再放圖 字圖字圖這樣 無論你是想推廣產品 教育培訓 還是講述品牌故事 手會影片都是最佳選擇 вз screen 在傳統廣告相比 手會影片更具趣味性和記憶點 能有效提升觀眾的參與度 他這邊有一個數字很有意思 他說 Talking Duration 就是講話花了幾秒 10秒 那會話花了9秒 所以呢 這兩個當然理想是要平衡 所以他在提醒 提醒我每次右上角會彈出來 就是因為這兩個數字不符合 所以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你看像這邊 你看繪畫9秒 講話10秒 所以我應該讓他繪畫也到 多一秒就對了 所以這個 這邊要再多一秒 這邊多0.5 然後這邊多0.5 這樣差不多 會嗎 怎麼多了一秒 你好 你知道手會影片能夠如何改變你的事業嗎 而且我覺得順序應該要 然後 打過來 打過來 你好 你知道手會影片能夠如何改變你的事業嗎 這樣子就 配在一起 之前我不知道這個資料 看一下 你這6秒6秒ok 所以這會比較順 看一下這個 這也是7秒7秒那這樣這個ok 無論你是想推廣 不一樣 等一下 那剛剛那個太快 讓他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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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會影片以及獨特的視覺效果和創意 迅速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對這是7秒7秒 好 那到下一個 無論你是想推廣產品 教育 繼續聽 這兩秒鐘的差異在這 因為講話9秒 欸這邊 藏太多了 講話9秒 繪畫11秒 所以 繪畫時間要減2秒 1秒 2秒可以從這邊剪 這邊扣0.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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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從這邊剪就好 都剪1秒 不剪1秒 無論你是想推廣產品 教育培訓 還是講述品牌故事 手繪影片都是最佳選擇 這樣就很完美 其實呢 去GVT有建議的場景 這個給你參考而已啊 這個畫面 我覺得這邊也不用搞太複雜 但是可以參考 他這邊是建議喔 從傳統廣告畫面 然後切換到手繪影片的畫面 看一下 我覺得就先這樣 我沒有要更複雜 與傳統廣告相比 手繪影片更具趣味性和記憶點 能有效提升觀眾的參與度 這個是說畫時間10秒 可是圖片只有9秒 所以圖片出現的時間最好各增加 可是圖片已經2秒了 所以應該是繪畫時間要再長一點 這邊多一分鐘試試看 多一秒鐘 好 這樣OK 那 附帶一題齁 這邊有背景音樂 如果背景聲你覺得太大 這邊可以改小一點 好 然後這個是 就是 聲音大小這樣 好 那到這之後呢 這裡顯然有一些 不是很恰當 清晰以動畫的方式 嗯 這個 很奇怪 這個我先用兩段 文字 射箱 嗯 顛倒 這個訊息顯然這個icon有問題 Message 然後我來做一個特效 然後讓人輕鬆學習 我點一下這個畫面 Library 然後我來選 AROW就是箭頭 大概這樣子 這樣2秒2秒2秒 然後這個講話是2秒2秒 這樣會花10秒 我確認一下 就不是很確定這個10 20 30 40 它代表是順序還是實際的時間 因為時間其實是在這邊空 等一下我突然發現到一個問題 它這個速度我突然沒有給它加快 它節奏要保持一致 所以我這邊應該要再調一下 它會快1秒 快1秒我就 各-0.5秒 Short 好 咦 這個 它要重建畫面 先看一下這一幕 你可以看到這邊講話才5秒 可是他繪畫要10秒 所以繪畫時間要扣掉5秒 所以這個都要加快 這邊扣1秒 這邊扣1秒 這樣扣3秒 這邊再扣1秒 然後要扣5秒 那每一個都要很快 這樣扣5秒 就每一個各扣1秒 現在,講體驗手繪影片的魅力嗎? 咦? 第五格怎麼是這樣 第六格才是 他給我預覽錯了 我先按Safe 咦?他這邊怎麼會是4秒 現在,講體驗手繪 對啊,這才是4秒 現在 咦?他怎麼用一樣 這個 這個 軟掉 Edit Tax Rebuke 我再有加Safe Tax 讓他重新 我Save的時候他會重新 對啦 他會重新抓 好啊 手繪影片能幫助 這樣子 我剛剛弄了7 各扣1秒 那我這個可以再增加1秒 這個再增加1秒 好 這樣加起來 儲存 這樣加起來應該7秒對7秒 8秒7秒 用動畫的方式讓人輕鬆學習 用動畫的方式讓人輕鬆學習 所以講話是8秒 繪畫7秒 所以繪畫可以再加 0.5 各0.5秒 我會在這邊加0.5秒 我會在這邊加0.5秒 這樣就8秒對8秒 手繪影片能幫助你清晰的傳達信息 用動畫的方式讓人輕鬆學習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 這個圖畫出現順序不對 所以 先把它Unlock 第一個是 文字讓它出來 不是 這個圖他先畫一下 然後呢 文字 然後這時候 箭頭 然後呢 再讓它畫圖 然後這時候再文字 看一下 手繪影片能幫助你清晰的傳達信息 用動畫的方式 對啊 它沒有重建 儲存一下 然後我點lock 儲存 好 preview 手繪影片能幫助你清晰的傳達信息 用動畫的方式 用動畫的方式讓人輕鬆學習 順序剛好顛倒是怎麼回事 啊 不對了 這個 這個 愛心 這個笑臉是 要跟這個訊息顛倒 慘 對 對啦 是我自己的失誤 手繪影片能幫助你清晰的傳達信息 用動畫的方式讓人輕鬆學習 好 這樣就很ok了 然後再來 下一句 複製一下 點一下畫面 畫面 點一下 煞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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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瀕個大一點 噢 太大 сид 60 然後先喬一下它的速度 因為我要fast 喔!Server error 什麼狀況,先儲存一下 再把它調回來 嗯?啥狀況 Edit Text Save Save OK 然後 再讓它用fast 喔!有了,抓到了 現在,想起夜首會影片的魅力嗎? 對 然後 這個畫兩秒 這個兩秒,這樣會四秒 所以這個給它畫一秒 基本上是這邊的聲音講幾秒 你總畫面就要幾秒這樣 現在 現在 想起夜首會影片的魅力嗎? 這樣OK 因為我明明是三秒,它為什麼會顯示四秒 的可以按摩 這樣休息一下 可以看一下 那有多少 這個字體是 等一下喔 Delete掉 字體是不是改變 我剛剛沒有選對字體 對喔 我要保持是同一個字體 A不需要 這個也不需要 Free也需要 這個 順序 先用它 然後,再調一下順序 Free呢 這裡呢 有一個SOP 就是 文字 就是圖像先把它放進去 我們先把圖跟文 都放進去 然後放完之後呢 接下來再去 調整它的順序 然後接下來再去調整它的 長度要一致 繪畫時間跟 講話時間一致 這樣子 那講話的時間一開始 第一步就要先做 所以呢 我總結一下齁 例如說 講話時間 這是講話時間 我剛剛沒有條嘛 對,那後面條就 有點太晚 所以講話時間是 第一個條 講話時間完之後呢 文字圖都用好了 然後接下來呢 再隨便點一張圖 再來調整 那呢 原則上是圖先畫 然後 然後 它再慢慢講 第一張畫面 通常是圖先畫 然後它在背後講 然後呢 但是呢 最後一張呢 應該是 它繼續講 然後最後讓它畫 這是我的 順序 然後接下來呢 把它Lock 你可以看一下效果 我們先不管時間長度 先畫 然後再那個 讓你親身感受 手繪動畫的強大效果 對,然後寫完之後 然後再用 所以呢 這一張 然後 圖片效果 可以選 手繪 手繪 好 接下來再來管長度 長度 你要在預覽的時候 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我們提供免費製作10秒鐘 手繪影片的服務 讓你親身感受手繪動畫的強大效果 你看它9秒9秒嘛 所以這看起來是OK OK 這樣子一個畫面就搞定 儲存 然後 然後 所以第一步 來我們現在用一下SOP 現在就越來越熟 好 第一個 先 速度 請提交你的資料 我們把它弄快 它會重新抓 請提交你 看它快一秒 然後呢 再來 文字也先把它丟上去 然後 像 這個我覺得要刪除 然後再重來一次 因為這個字比較少 你字體可以把它弄大一點 然後這個相對小一點 然後文字都好了 然後接下來再來刪 再來刪圖 你用Delete Delete 這個不需要 然後看你要留 我覺得 出現兩三個圖片就差不多了 像這樣排 我就覺得很簡單 那是提交你的資料嘛 對不對 所以我需要一個資料的 資料的icon 寫Data 會不會那個 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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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讓它畫這個好了 好 圖都有了對不對 接下來就可以來 預覽 然後是順序 提交資料 Unlock 順序的話是 先畫圖 然後讓它講 然後最後讓它講完 然後再畫一張圖 好 然後再來預覽 再來控制時間 請提交你的資料 我們將免費為你製作一段十秒鐘的手繪影片 謝謝你 所以在這裡的問題是 它講話七秒鐘 會畫八秒鐘 所以會畫時間要再少一秒 少一秒就是 挑兩個各減0.5秒 那 那就這兩個各減0.5秒 然後呢 順便要以下它的效果 把它用手繪 不一定都要用手繪 我這邊用手 從左邊來好了 再做一次這個特效 它剛好在右邊 手從右邊來 再看一下 好 你就先注意這個長度有沒有一致 請提交你的資料 我們將免費為你製作一段十秒鐘的手繪影片 咦 為什麼它有八秒 1.1.5.8 3秒 7秒沒錯 我可能沒有儲存 然後再review一次 請提交你的資料 我們將免費為你製作一段十秒鐘的手繪影片 為什麼畫畫是 把 是有問題 咦 它這邊明顯是6 沒差 看起來順就好 然後 我來 所以再來一次喔 讓它 講Fast 然後 抓住這個機會 讓它用更大一點的字 好 然後 字 小一點點 這兩張圖都 不喜歡 這兩張圖都 這字能不能有顏色 可以齁 我估計加一個背景 我估計加一個背景 嗯 嗯 不過背景要自己上傳 麻煩 算 我故意讓它 用玻璃色 做一個特效 做一個特效 然後 這最後一張嘛 所以要 比較炫一點 然後手呢 換一隻 我確定一下 然後 再來是 Library 皮手被抓的都是 那個 嗯 嗯 他皮手被可以 認得出那個 中文 摳摳 摳摳 這裡是啥 這裡是它的 特效啊 它是這樣子 好 我這邊就故意要一隻手 從上面 從Button Slide From Button Left 直接用Review 這個特效試試看 來 這樣來看一下 抓住這個機會 讓手繪影片為你的事業帶來新突破 你看它這張圖是從裡面畫的 可以 給它一秒就可以 再一次 抓住這個機會 讓手繪影片為你的事業帶來新突破 對啊 這樣就6秒6秒 好 再確認一下 6秒 嗯 很奇怪齁 我用Fast的時候 它就顯示5秒 所以還是要用它原始音檔 這樣才會損 兩秒兩秒 一秒 其實是5秒 其實這邊是5秒 可是它顯示6秒 所以你懂了嗎 就是 就是 當你加速的時候 它 預估的時間 還會是 舊的時間 這樣子 但是至少呢 會讓你知道呢 這兩段 就是 就是 它會畫的時間跟講話的時間差幾秒 你主要就是要讓它彌補 清楚 例如說它說差一秒 就把它那秒補足 那不管 它原本講話時間是不是少一秒多一秒 其實 就是兩邊的時間要一致 這個才是最重要 好 所以即使它這邊都寫錯 它這邊其實應該是5秒 但是呢 我們重點是兩邊的值要一樣 而不是這個數值的正確性 所以我們要強調是這兩邊的數值要一樣 這樣才會達到最大的流暢度 所以其實它雖然講話時間被我縮短了一秒 它這邊還是顯示5秒 好那 這邊的話呢 我其實把它調成一致 實際上它還是會變成5秒5秒這樣子 做那麼多張 這樣就看清楚 這個規律 這是它一個小小的bug 好我們再來看最後一張 怎麼有點像啊 欸喔 複製錯 是這一個 欸 這是最後一張啊 這個是我剛剛 複製的最後一張 這一張要刪掉啊 對啊 好那我們這樣就可以來 儲存 我其實不知道總共幾秒鐘咧 我們直接來random好了 讓它直接生成 欸可以看得到齁 1分 8.91秒 所以大概 欸這樣要1分鐘咧 哇 做這麼久要1分鐘 才1分鐘應該這樣 CREATE 然後用1080 最高畫質 最高畫質 喔 Video in progress 還真差不多欸 因為我是叫 去GPT幫我寫1分鐘的文案 那我們 速度呢 其實它寫會超過 那但是因為我 每一個畫面都讓它 快一點 就是少1秒鐘左右 那大概10個畫面 9個畫面大概少8-9秒這樣子 所以如果用原本的速度 我可能要 1分20秒 左右 但是我現在把它加速 而且讓它畫 沒有快一點 感覺有點奇怪 這個稍等一下 讓它生成 所以呢 你其實是可以看得到 現在大概 錄製了1個小時 1分鐘 左右的影片 大概會花1個小時左右 來製作 而且我這個還算是 已經是比較簡單的 簡易的狀況 我還沒有加很多特效 什麼的 所以呢 1個小時呢 收費 最起碼也要收1千 齁 就是不 說說 1分鐘的 收費影片 最起碼也要收1千 這是最低標的這樣子 因為它可能呢 實際上你 幫客戶接的時候 它可能又要求你修改 然後 呃 又 你又會花更多時間去做 這樣子 所以其實 1分鐘 1千 已經是最低標了 那 最好 人家10秒鐘 就收1千 了對不對 這比較高標 好 我們先把它download下來 這樣做起來 3.4M而已 等一下喔 聲音開大一點 你好 你知道 手繪影片能夠如何改變你的事業嗎 手繪影片以其獨特的視覺效果和創意 迅速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無論你是想推廣產品 教育培訓 還是講述品牌故事 手繪影片都是最佳選擇 與傳統廣告相比 手繪影片更具趣味性和記憶點 能有效提升觀眾的參與度 手繪影片能幫助你清晰的傳達信息 用動畫的方式讓人輕鬆學習 現在 想體驗手繪影片的魅力嗎 我們提供免費製作10秒鐘手繪影片的服務 讓你親身感受手繪動畫的強大效果 請提交你的資料 我們將免費為你製作一段10秒鐘的手繪影片 抓住這個機會 讓手繪影片為你的事業帶來新突破 好 可以啊 感覺講話 我好像前面有一個 話稍微講慢一點 但是整體來講可以 這才3.4 妹而已 1分鐘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可以 我也懶得改 但是呢 你可以再花時間去用 所以呢 我們最起碼的建議 就是 10秒 應該這樣講 1分鐘 呃 最起碼1千 最好3千 然後呢 你也可以10秒10秒算 那如果是10秒鐘來算的話 就是 10秒鐘你最起碼要收200 這樣子呢 60秒你最好收1200 這樣子 10秒鐘最起碼要收200 這樣子下去算 那 那 是看用分鐘來算還是用秒 我覺得10秒10秒定價是蠻OK的 因為 大部分手繪影片你看 1分鐘其實可以撒很多訊息 而且很多商業廣告 電視廣告 分秒必增的 所以呢 用10秒10秒來算 所以呢 如果10秒建議最低 就是收200 到1200 到1200 都OK 或者是收1000 那60秒 這樣子就會收到6000 這樣就不錯 好 那 這個還是需要很大量的練習 那我今天只是 呃 展示 就是 一些我知道的 比較簡單可以快速的 製作出來的一些 技巧 那你實際上 你還是可以去找 它還是有很多功能 我都還沒加背景圖啊 對不對 還沒找那個 還沒自己上傳一些 照片啊 對不對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的一些 顏色啊 然後手啊 特效啊 對不對 還有那個 找的那些 繪畫的東西 有 彩色的啊 我也沒找 對不對 有一些是彩色 有一些不是彩色 這些都是呢 你可以再去精進的部分 好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就已經足夠 讓你可以快速上手 了解呢 這個 軟體的重點 OK 拜拜